过去两年来南加一些学区因为财务问题被迫裁员放无薪假增加班级学生人数来因应 最近连洛县东区的明星学区和桃学区也传出财务吃紧可能要采取紧缩错事的消息 不过同样在圣盖博谷东区号称圣谷最大的哈岗拉蓬地联合学区却呈现截然不同的风景 这个学区不但不裁员反而加薪增加教职员的健保福利 学区甚至想借着经济不景气的机遇大举吸收郝老师 今天教育专题要看哈岗拉蓬地学区如何在逆势中发挥优势逆中求胜的故事 圣盖博谷东区哈岗一带这几年华人大举一入触目所及 俨然身处华人国度对于子女教育华人向来关心 这里的哈岗拉蓬地学区覆盖哈岗拉蓬地工业适合西科文纳 不但是圣盖博谷地最大更是加州最大的非都会学区之一 比较特别的是加州各学区财务吃紧 裁员的裁员放无薪假的放无薪假 这里却很不一样 我们大概是仅有的几个学区 目前在我们学区我们还没有缩短上课日数 同时我们也没有解雇任何的员工 还有在我们学区里面有很多特殊的项目 比如说是高中生和初中生他们的暑假班 别的学区已经删减掉了 我们还是照样的有 同时我们还比如说小学的话 我们有小班子 就是说一般只有20个学生 我们还是在继续实施当中 那这些都表示我们现在目前呢 我们学区呢还是还不错 情形都蛮好的 另外家长与社区积极协助 也让这里的学校 能够继续维持该有的教育品质 另外过去哈刚拉彭蒂学区开办沉浸式中文教育 受到瞩目 当然也产生一些不同的声音 不过这里未来甚至还要开办沉浸式的西班牙语教学 是美食语教学 所以他们才有每个学生 中文是很棒的 所以也就是中文 因此我們也會有 中文的雙語教育 進入我們的學校區 這是我們在向著推動的事情 目前哈岡五席教委中 有三席是華裔 在全美極為罕見 除了反映華人人口日漸增多的趨勢 擔任學區教委20年 2012年下半年 輪值教委會主席的張精神也說 華裔教委平時強調 量入為初的財務觀 讓學區向來有可觀的結局 這應該也是讓學區 現在突然面臨州府補助減少 不至捉襟見走的原因之一 加州的經費很不穩定 那州政府答應了 要給每個學區的經費 它常常會變動 每年都在變動 比如說今年每個學生要拿6700塊錢 一個學生 可是它真的發到學區的時候 大概是5000多塊錢 這是經常有的事情 尤其最近就是說經營更糟 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 越是緊急不景氣 加州教育預算越是三減 哈岡拉棚地學區的一些學校 學生平量成績卻呈現節節上升 學區教育委會說這是因為其他學區 財檢老師財得越兇 財務健全學區越有機會招募到好的資深老師 更讓人感到驚訝的是 在一片教育經費吃緊身中 哈岡拉棚地學區剛剛宣布 明年要開始加薪 並且增加健保福利 目前學區運作總經費 連成人教育在內高達3億5千萬 有七萬四千名學生 一千五百名老師與一千兩百名工作人員 集中館 接shift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